下面我们开始操作背部 操作背部的时候呢 我们将腹脊板服贴于我们的腹部下方就可以了 然后在我们整个背部涂抹产品 涂抹均匀就可以开始操作 操作的时候呢 是先操作这个单级手柄 第一步我们先在地体颈椎 就是大队这里打圈 顺时针的方向 从小圈到大圈 看头一定要服贴我们的皮肤 然后从我们的膀胱肩这条下来 再扒疗打圈 然后再从我们的膀胱肩上来 能量是可以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 来加键吧 能量可以加一点吗 可以 操作的时候尽量引导客户把能量给调节上去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二步在我们的肩颈这边 也是在这大嘴打圈 然后皮肤滑着过来 这个手一定要按住我们的探头 服贴我们的皮肤 这样探头就不会飘 然后走我们的肩胛骨缝 做完肩胛骨呢我们就给它操作一下腹乳 有很多女性的腹乳比较明显比较大的 那我们可以用这台引擎来帮助它改善 做腹乳的时候 我们先从肩胛骨这边下来 然后手 左边这个手 浮贴我们的皮肤往上提 这样打圈往上收 然后手臂排出去 操作完腹乳呢我们可以帮助它做一下肝胆尖 就是有做睡眠的 从我们腌下淋巴那里开始 然后往下拍 然后倒完后发了 打个圈 操作完测药呢我们就整个背打圈 打大圈 拌慢 打圈 放上来 整个背部打圈 这个手柄的话我们操作时间控制在15分钟到20分钟 就差不多了 操作完单级手柄 操作完单级手柄 我们操作这个负压手柄 负压手柄的时候呢我们先更换一个放松的模式 然后第一步 然后第一步大椎打圈 到我们的肩胛骨 操作的时候探头一定要服贴 操作的时候探头一定要服贴 然后大椎打圈 然后大椎打圈 从我们的黄光筋下来 到八流 打圈 往上 再到我们的肩颈 有些人的肩颈两边就是不平嘛 不平的话 我们高的那边我们可以这样子 往下给它推 然后腹颅这边 腹颅这边 腹颅的话我们 这边打圈 然后 手 或是我们的腹颅往上提 可以改善腹颅 手臂排下去 我们还可以帮助它做一下我们的肝胆筋 就是可以帮助它睡眠的 从我们腋下淋巴开始 往下 放松模式操作两到三分钟 就可以换我们的一个长期模式了 长期模式的话 VAC记得一定要剪下来 就是它的吸力 剪到二三这样子 慢慢往上加 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加键 然后我们整个背部打圈 这个探头整个背部的话 时间控制在20分钟就可以了 多谢观看 秋太阳 我们的过程 我们的相当 转受到大小时 关注 请 我们的下疾 转职